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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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了灯 空气很冷 这城市的轮廓 清晰的很残忍 慌了身 人们好奔 这世界的大小 还算不完整 而你会在哪里 为了什么狂奔 会光临我的梦吗 还该不该的 从你第一次敲我的门 让寂静有了伤 让城市的冰冷 突然有了吻 如果他他 都在寻找最最爱的人 忘了身边 那个被疏忽的守护山 最惹人怀念的 不是完美的人生 只有你陪我走过的青春 小米 你先不用着急 这个我明天回去就处理 家里的事儿 已经差不多都办完了 好 那你喜闻先发给我看看 好 妈妈 你明天就走啊 对不起啊 调调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妈妈也想陪你好好消化一下 但是 但是没办法 因为很多很多人等着你呢 不过也没关系 我爸爸可以陪我消化 不行 我爸爸只会做很多好吃的 会让我消化不良 你们俩都这么不靠谱 那我就自己去参加完呗 反正我有合同 也不怕你们说话不算数 就算没有合同 妈妈也会说话算数的 因为你比什么合同都管用 行吧 那我相信你 来看看我给你铺的被子吧 好 来看看吧 孙月条 你太棒了 你比你妈都厉害 那你早点睡我先回去了啊 你不陪我睡啊 你不是还要干活吗 跳跳 我可以等你睡着漏洁干呀 不行 你肯定会催我 闭眼 快睡 我还要干活呢 我忍着 我不说 你忍不住我 好像有声音 而且还是我爸爸的 咱们这房子的隔音真的是 跳跳 贴着墙多凉啊 妈妈就这一会会儿 我真的好神奇啊 喂 爸 喂 小蕾啊 太突然了 我这回不来 陈珊知道你跟她回不来 珊珊不会怪我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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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多抢 那你跟陈珊离婚 是因为她爸爸的事吗 不不不 我跟陈珊不是因为这个 那你妈说 陈珊还在怪你啊 您别听我妈瞎说行吗 那你的工作呢 工作 工作的事您别操心了 原来那个工作本来也不太适合我 那你得专心找啊 对 已经在找了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就去面试了 您放心吧 找好了 再把陈珊追回来 那个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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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有点事情要忙 我先不跟您说了啊 那你努力吧 拜拜 拜拜 爸 拜拜 好了 别听了 偷听的习惯不好 我爸爸好像在跟我爷爷说 面试工作什么的 那你得给爸爸好好加油啊 那我这次给他加油 阿嬷 我会在那边隔着墙陪你的 晚安 妈妈 晚安 好이증 我们เห państwa 你怎么了 怎么了 爸爸 你知道吗 妈妈还就在我们旁边 我知道啊 那我们把那堵墙给打掉吧 把这堵墙打掉 那整个楼都会打了 那 那我们就开个窗户 或者钻个洞 这样我们能钻过去就行了 为什么要钻过去呢 你又不是小老鼠 如果想妈妈的话 我们就光明正踏地 从门走过去找她就好了 走门我们就是两个家 如果钻痛的话 我们还是一家呀 小心 对 你怎么会要跟她说 你急着了 爸爸和妈妈 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 不管我们两个人是必要 我们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 记住了没有 嗯 小傻子 行了 赶紧快去睡觉好不好 明天早上起来我们一块去送妈妈好不好 我今天跟你睡 妈妈更需要你 我 你更需要我 听跳跳说你最近在换新的工作 对 对 对不起啊 害你把那个工作给丢了 你说什么呢 本来也不适合我 您好 您是七六九三的顾客吗 您好 很高兴 吴立福 过来 过来 开这么好的车 当转车的话不心疼吗 还行 开个两三年本薪就回来了 能转这么多啊 还不累 跳跳 你呢 好好复习功课 准备期末考试 然后呢 每天都跟妈妈食皮 嗯 妈妈争取啊 元带之前回来 拜拜 拜拜 听爸爸话啊 一路平安啊 嗯 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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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爸 摩敏 你现在方便吗 嗯 哦 方便呢 陈善 你最近撞得还好吗 本来一直想去看你来着 而且天大的生日礼物 也在这儿呢 但是想着最近送过去 又不太方便 让你费心了 家里的事都处理好了 我给你打电话 是有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你说 我要出差去东北 差不多有半个月 孙蕾下周要去面试 会比较忙 爷爷奶奶也回家订了 你是想让我去帮你接跳跳吗 没问题的 谢谢 我跟孙蕾正式分开了 赶紧吃 你们还是分开了 我也为你们俩和好了呢 而且孙蕾一直挺努力的 一直在照顾跳跳的外公 我现在放不下心的是跳跳 你不会跟她说了吧 我们跟她坦白了 那她能接受吗 跳跳还行 我要搬到隔壁去住 不想变什么瞎话 她表示能接受 她这样是不是 只为了让你们放心啊 是啊 我觉得 我觉得 与其将来让她 万一不小心地发现 我们的灵魂症 不如现在 我们一起坦诚地去面对 不其实 我现在又要走半个多月 我不在她身边 她在托管班 如果情绪上有些什么 就是要麻烦你 帮我多照应这点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的 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谢谢你啊 妈妈 跳跳他们怎么了呀 因为跳跳外公刚去世 然后她妈妈又要出差 所以以后 我们要好好照顾跳跳 但我好像听见分开什么的 是跳爸爸妈妈要离婚了吗 你快点吃饭 吃完了剩下写作业 静静 你不要去问跳跳啊 我怕你说多了让她伤心 那我是不是可以叫跳过来玩啊 那我外公去世的时候 那我外公去世的时候 家里不是摆着蜡烛和相片什么的吗 我当时就特别害怕 就得躲在房间或者出去 我觉得应该跳也是这样的 我就可以叫她过来玩 那我问问跳跳爸爸 好 请将证件完整至于拍摄中 请入等洞 请确认图片清晰完整 请按要求进行拍摄 喂 孙磊 刚才晨晨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看你要不要带跳跳 上我们这儿来吃饭啊 让她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心情 没事 别麻烦你了 跳跳也没事 爸爸 我有事 妈妈不是跟你说 让你去好好的复习吗 我去晋晋那儿 你跟她一起复习了 你看 我都听到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跳跳的心情 你来我们这儿 我们随便吃点火锅 然后呢你让她开心开心 行吧 跳跳也吃鱼火锅 等一下 我给你们正好换一下口味 好 那我去买条鱼 不用 不用 我去买就行了 我直接带过来 好 哦 拜拜 我爸同意了 太好了 那一会儿见 拜拜 静静 跳跳她们手里边过来 你记得整理一下房间 还有啊 你千万不要问她爸爸妈妈的事情 做作业就好了 知道了 你看一下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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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改一下 好吧 是 Blessed wasser 有请 这条 打 Runner 再说 其中 真的 啥 sieve 来 白老师 早 你们的项目预案 今天能交了吗 马上 好好好 白老师 珊姐刚刚回来了 这么早啊 好 白老师 这么早啊 家里的事情 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 对不起啊 这几天这里比较忙 没有到现场 抱歉 没有 没有 所里送的花篮 还有慰问 都收到了 谢谢 不用谢 应该的 你什么时候回喜福会啊 我拿点东西 马上就走 您这么早已去加班 刘峰他们收个尾 我来帮忙签字 你们那里 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吗 还可以 好 你要是人手不够 我调配人眼 给你暂时搭把手 要是你具体想要查一些什么资料的话 你告诉我呀 我让他们帮你查 谢谢白老师 这些都是十年前的记录了吧 还能帮到你 温故才能置心嘛 陈珊呢 是不是这个案子一结束 你今年的任务就超额了 差不多 辛苦了 应该的 你工作一直 兢兢业业 刚直不额 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也给我们律所带来了 不少的荣誉 谢谢你 谢谢白老师 其实包括我在内 大家都认为 这次最应该晋身的就是你 谢谢 继续加油 调整好心态 我们都在这里 等着你回来 忙吧 好 好 好 那 回见 好 再见 谢谢啊 来 不错了 是他要是再发展下去 还是会严重的 就是 来 所以必须尽快解决啊 来 我再跟他们说一下 曹总 老吴也在 你不是去东北吗 怎么在公司啊 我临时回来开个会 一会儿就飞 秦坤 今天是周末 公司呢 没召开过任何会议 明白 一路平安 这些 就是我这两天 千千好好经历的所有事 之前听说过很多股市的权推故事 总结起来无非就是 叶烦贫 七里子散 家破人亡 这两天 算是让我最深切地体会到了全部 我常说投资的第一课就是止损 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词 就是对于已发生的事情不再纠结 向前看 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千江旅业 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等到媳妇会的事情忙完 就可以过合同了 这个 也许花点大半年的时间 但是你 相信我 你会一战成名的 谢了 不过 眼前还是先努力 把媳妇会的案子做完再说吧 我后面 有可能要暂停一段时间工作 不过 你没家庭 算是吧 也是想弥补我的一个遗憾 你怎么来了 小姨 你怎么来了呀 小姨来你不高兴啊 小姨来你不高兴啊 那这个你要不要 外婆送你的手工糖 小姨可算有时间给你送来了 谢谢小姨 谢谢小姨 去吃吧 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也不打个电话 万一我不在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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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不在家我也只有现在有空 我下午还得去昆山看我的实验室 你要一块儿去吗 我再不去呢 给 这什么 自己看 我这么重啊 下回啊 他再给你转账你就收着 让助理给你送东西呢 你就开门接着 别再让我当这个什么人肉运超车了 好吗 我很忙的 那你忙你就先走吧 我牺牲休息时间给你刨腿 你连饭都不留我吃一个 你有客人 一会儿 敬请同学过来 那个跳跳 对啊 还有那个寄生用品 你别这么说人家多难听 再说人家已经辞职了 又辞职了 这都什么人呢 也许人家有难处吧 能有什么难处 成年人都得对自己负责 所有强调客观难处找借口的 不值得信赖和依靠 我跟你说啊 待会儿人家来的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跟人又不熟 再说什么信不信赖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跟他没关系 我就跟他没关系 你管好自己 我知道了 看完给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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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说云电暴跌 是受到燕飞需增营收的影响 燕飞这家公司啊 出事是早晚的 十一年前 我做过燕飞 专家公司的主办律师 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白老师 我怀疑燕飞对于云电科技的 六个亿的投资是虚头 我哪里看出来的 您看 这个是他们的合同 还有项目书 这个完全进不起推敲 这个云电科技 他的注资资金只有五十万 他所谓的无形资产 也就是他的重贷专利 其实都是国外的 一些故事技术 我确实看不出 这六个亿能投在哪儿 慎重其见 我申请对云电科技 进行实地调查 后来 白老师以种种理由 拒绝了我的禁调申请 我一气之下 交出了所有材料 请辞离开燕飞这个案子 结果由Jeff接手 准改了将近一年 最终让燕飞成功过会 也因为这件事情 所有的高伙都说我事儿多 因此质疑我的工作能力 这么多年 无论我完成多少业绩 白老师也总觉得我不专业 因此把我挡在高伙的门外 当时燕飞的保健人 跟陈销商是瑞凯吗 那个时候你还没来瑞凯 你怎么会知道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你是超级火箭了 不过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还在瑞凯的 黑名单上呢 所以 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制造事故就是为了创造机会 修复跟瑞凯的关系是吧 没错 我从第一次看见你照片的时候 我就想撞你了 但是你刚刚说十一年前 当时燕飞就已经投资云甸了吗 我刚刚说的 我最早发现有问题的云甸科技 和这个云甸是两家公司 但他们背后的股东都是燕飞 我早上还回公司 特意去拿了我当时的工作笔记 没有更多的调查 我也不确定是巧合还是另有关联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燕飞肯定有问题 你不是去东北吗 你怎么在公司啊 我临时回来开个会 一会儿就飞 一会儿就飞 秦宽 今天是周末 公司呢 没召开过任何会议 明白 一路平安 今天是周末 公司呢 一路平安 oops 董先生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你不要再凭着 胸前大钱的一个泳子 就傻傻地往前冲 第一很危险 第二个人层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监管部门由上往下查 能好过你一个人傻傻的 像个唐吉柯德一样 自己跟风车玩 谁要当唐吉柯德呀 我要当的那是 蝙蝠俠 蝙蝠俠 我知道 但是你不是吗 你说来说去 你就是想让我接 千江旅业的案子是不是 还真不是 你可以不接 真的 我就是担心你的安全 这么说吧 几十年长成一个奇葩 已经很不容易了 要再唯有遇到 几率就更小 保护奇珍益草 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什么样 神经 涛涛 你来啦 静静 我来啦 静静 跳跳来了 快请进 好 爸爸 我下去了 去吧 去吧 对了 这是我妹无忧 这个是跳跳爸爸 孙伟 我知道 经常听吴敏提醒您 您好 那个前段时间 我岳父手术的事情 对 就是他安排的 当时吴敏公司 你跟我说的 是女性朋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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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妈妈 对 吴敏跟跳跳的妈妈 也是好朋友 你们的关系真的是 不一般 那个 吴敏 因为这些天 家里面的事情多 所以 还没有来得及 跟你去等门道谢 不好意思 他今天就是 专门来谢你的 得了吧 他又不知道我在 谢我就是谢你 不 确实不好意思 我今天真的不知道您也在 等改天 改天我好好准备一下 然后登门道谢 毕竟谁都知道 请那个医生 确实很难 不过听说 老爷子还是去世了 对 但手术特别地成功 后来是一遍病发生 谁也无法预料 那个您坐 我先去准备一下午饭 你坐吧 快 你今天怎么买这么多呀 我正好顺带着 看有什么都买回来了 就是买鱼排队的时间 有点长 我争取 争取十二点之前 让他们能够吃上午饭 其实也不用着急 大家都还不饿呢 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那你帮我找一个盆 然后找点淀粉 盆在这儿 你看啊 我这个 你看啊 三二一 三二一 看一看 这个好大的一个 你们 还是分开了 不了这个了 他们玩得怎么样 小嘴巴巴的 给你儿子洗脑了 给我洗什么脑 比我们医药代表还能说 估计林静被她说的 估计都想主动 让你和林静坤分开了 是一件好事啊 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我在跟静静说 嗯 其实我爸爸妈妈离婚也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啊 因为我发现特别特别厉害的人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爸爸妈妈 比如孙悟坑 比如哈利波特 还有 还有穿长袜子的皮皮 还有 狮子王 对 所以这就是让我变成 超级无敌跳的重要一步 那 这么有趣的发现 是谁发现的呀 是我爸 我爸说他就是被爸爸妈妈 保护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小孩 所以像只能变成大熊 不能变成大英雄 妈妈 我可不想变成大英雄 我希望 你们两个不要分开 之前一直觉得他不笑谱 怎么也一看 别吐 你别吓死了吗 他女儿性格真是阳光 我稍微有点能理解你的小心思了 他嘛 跟爸一样 宅家暖男 虽然妈看不上 但倒真的是很体贴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觉得 这样才是生活吧 喂 对 是我 是我 孙蕾 好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明天上午 好好好 我一定准时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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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她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看着挺忙 前段时间她为了陪陈珊她爸丢了工作 但是最近在联系 后面应该会有几个面试 孙蕾这个人 家庭责任感挺强的 喂 对对对 您好 你好 孙蕾 明天上午 明天上午 您看明天下午行不行 好 谢谢 谢谢 麻烦您了 再见 再见 她的家庭责任感 跟林庆坤可完全不同 林庆坤呢 就会给你扔下一袋子钱 办好这些该办的证件 她嘛 可能就是做饭 带孩子 和老人 人家那时又工作又顾驾 让你说得像个男保母一样 九八五研究生 很厉害的 只是每个人的追求不同罢了 只是人家不想让工作 变成生活的全部 你们总算糟了 怎么了 来来 进来说 进来说 来来 黄总 到底什么事 你们着急 黄总 是有机农场的事吗 就这个事 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想解决了再跟你说 喜副会下属的有机农场合约到期 村民想当股东 否则就拒不许约让农场迁走 什么时候到期 后天 后天 风险预估呢 不是应该到期前一个月续约吗 我这么跟你说就明白了 原来这个村的村主任 就是金凤家的二表舅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续约会出什么问题 谁想到换件了 上了一个猫头小的我也不认识 软硬不吃 直接把我给照顾了 是他个人要股份吗 个人 他给全村二百八十户友 你说有可能吗 我又不是农村合作社 这个事啊 很简单 我们三个人找他聊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我请他吃顿饭 然后打顿马甲 直接输给他几十万 难事 彭总 这是行贿是犯法的 我本来就是想明天早晨去跟他们谈 那既然您跟他们已经约好了 那我现在就去 只是我觉得您不用去了 我自己去 反而有些条件更好谈 我不用去是吧 我跟你去 那你这边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工作 彭总 这样子吧 我跟律师去处理 您把车子接我们就行 没问题啊 走 马上安排 走 怎么样 打算怎么谈 现在所有的信息 都是从彭总那边单方面获取的 去了之后 我想先听听村主任的真实声音和诉求 尽量在他们的诉求当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吧 你呢 你要跟着来 是不是都已经想好剧本了 我就是个券商 我又不是什么编剧 哪有什么剧本 你绝对是券商里面最有编导能力呢 我就是去给你当司机跟保镖的 我的体格再怎么样 也比小天好一点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可以拉着你就跑 谢谢啦 您客气 我听吴敏说 您也是医药行业的 对 九八五研究生 是 我爸爸原来是环球科学家 还难过奖章呢 真厉害 对吧 您为什么去药具站啊 工作压力太大 自己双手不住 潜虚了吧 没有 确实就是 找到新工作了吗 阿姨又能吃的 投了一些简历 陆续也接到了一些面试的电话 对工作有什么要求 是不是 对口最好 然后环境好一点 收入高一点 不用 能照顾好跳的就行 没有 不好意思啊 看看啊 来 谢谢 喂 你自己给我吃点 对 是我 能不能拍照照顾 卖房 不卖不卖不卖 不卖不卖 对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 明天见明天见 再见 孙蕾 你们家房子要哪儿啊 不是 房产中介让我去面试 你要去做房产中介 对 我给他们投的简历 爸爸 你要去卖房子啊 对啊 对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对对对 是我 是我 那个车是我爱人 那个车是我前妻的 现在我一直在开 不行是吧 名字必须和车主本人一致 好好好 那麻烦您了啊 谢谢 谢谢 再见 你们那个车又怎么了 没事 我是本来想去应聘一个滴滴转车司机 但审核没通过 你不是条件挺好的吗 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没有门槛的工作 做什么都一样 能养家就行 开阶阶能养家 能 我今天早上向人打听啊 人家说如果赚得好的话 手务能够两半多的一个 我看 你可以等着天上掉下饼呢 小姨 请不要这样说我爸爸 就是吴庸子明这么说话呢 这个地方虽然偏远 但是感觉上 产业发展还很群横 你能查一下这个 现最近五年的GDP吗 这个我之前就查过 他们的GDP增长很快 五年前是五十八亿 到了今年年初 就已经是一百二十五亿了 整个县的经济在腾飞 他们的土地价值 却没有最大的发挥出来 如果能够获取股份 搭车获利 当然是他们最快地实现 经济增长的方法 那当然了 看着别人干得风生水起 热火朝天的 自己的六百亩土地 却只能以每亩六百块的价格 承包给别人 就算加上村民们 帮房工打工赚得的酬劳 全村的土地相关收入 一年也不过就小几百万 有我们我也急 两位 喝点热茶 谢谢 谢谢 你们说得没错 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 这样 我先说我吧 我呢是上个月入的职 立的军令状 三年内让全村的年收入 达到一千五百万 他以前的旧账我管不了 但在合约到期前 我要完成我的目标 我们村里没有别的资源 只有土地 靠土地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入股会有问题 我们已经接近辅导期的尾声了 一般来说符合公开发行的条件 是在上市之前 非公开发行的股东人数 不能超过两百人 但是我知道 咱们村的自然人 有六百八十二人 那通常来说呢 入股主体要么是有限公司 要么是合伙企业 但咱们这种村集体股东的形式 目前在港股股东里是没有的 这个我知道 我们已经去工商剧做 名称愈合准了 如果顺利的话 春节前可以拿下执照 你们这个意识非常好 说实话 看到像你们这样子年轻 又受过高等教育的村官 真的让我们看到农村的希望 没有 这是应该做的 但是我有个问题 咱们注册公司 是为了Ger网艺术史 实现全村年收入一千五百万 还是为了入股起附会 我们的目标没有变 就是充分地利用土地资源 借助大企业的力量 实现共同资争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同样是利用土地 同样是利用大企业的力量 同样是实现共同赋予 伪议的差别 就是在合作方式 你不要过于紧张 其实你跟彭总 都过于纠结股份这个点 如果换个思维 一切都会以赢认而解 现在的土地租赁 对你们来说确实过于浪远 那么既然成立了公司 我跟陈律师 就可以把它变更成为 媳妇会的一个木头项目了 你说的是以独立经济体的形式 拿媳妇会的投资搞发展 你太棒了 你完全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这我当然知道了 我上大学那会儿 就在互联网上趟那些大佬 到农村搞养殖搞种植 我那会儿就坐不住了 我们有资源啊 为什么钱让他们赚了 所以我一当选 我必须带着大家一起干 我们就是要用木头资金 为乡亲们打造一个 比入股洗服会更大的舞台 到时候 把出去打工的人都叫回来 就像你说的 在家门口大赶一场 这样你们先坐 我现在就叫他们开会 请你们好好跟我们上一个 我先坐啊 来 来 去吧 吧 要回头看 一样的失眠 一样的音乐 一直循环 一样的房间 一样的长单 一个人换 一年两年 太多夜晚 你的宵夜 成了你的伴 一遍两遍 总是觉得 车门没关眼 一样的景点 一张照片 一条朋友圈 一样的誓言 依然没让你 清醒一点 请你给我 一点累的时间 听你形容 谈恨心的脸 那些快乐的落 都变愁了 你看不见 我只要你 一滴泪的时间 能不能够 坐在你右边 反正等你 痛彻心飞后 不要说 再见 哦 我只要你 滴泪的时间 能不能够 坐在你右边 反正等你 反正等你 痛彻心飞后 不要说 再见 反正等你 痛彻心飞后 换一片 晴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